Hello 大家好 我是形象風格式 瘋女孩芊芊 今天我要來帶大家去做MRI的乳房檢查 因為做假體已經一年半的時間了 通常都一定要去做固定的檢查 那就讓我帶大家去看看 因為我也沒有去做過 所以我就很緊張這樣子 沒有做假體也是可以去做檢查的 因為以防萬一你乳房 有長一些什麼硬塊啊 或是什麼東西之類的 對 那就這樣囉 走 這個 這個 這裡面很高級耶 對 要照40分鐘 差不多 那也不是一般的久耶 你第一次做嗎 對啊 對 差不多40分鐘 然後才要看好不好做 對 好不好做 如果醫美的會比一般正常的 也是還要可能會這個 因為要看它的材質 哦 要看材質 對 性質 所以預估大概40分鐘 原本上大概一兩年 至少都要一次 比較密集大概一年 比較要做一次 呃 一年要做一次 對啊 因為一年當中 那些二性的話 很快就有做別話 所以要先跟我確認喔 檢查票是150 然後掛到背是150的 然後會幫它 今天會打出眼睛 是什麼 就讓它有影像的 對 因為要打針喔 對啊 打針 所以通常是15236 那全身件檢查多少錢 全身件檢查的話 如果你要含到乳酮的話是 5萬8 5萬8 哇 機器是很負一點 它主要是看腫瘤 真的有人會來照這個 其實很多人會用這個來做 我們分身件檢查 因為一般機體體體體重學 它會有尾牙性的問題 哦 檢查 就要花到1萬5 所以真的是 做胸部不是簡單的 就是真的是要花很多心思 還有很多金錢 你說一開始23萬 真的沒有你想像中的那麼簡單 就是 你到後面 你還要每年定期照顧它 然後還要按摩 真的開銷不是 不是一般的 我花在它身上很多錢 確定要做胸部 真的要好好伸失手慾 說你有沒有辦法 真的好好的照顧它 然後跟它培養感情 這樣 那我現在就是要換衣服 然後它這邊有配上 它這裡的衣服 在日本早上的樣子 好ㄎㄧㄤ 那去做檢查囉 打針 它那時候要打顯影針 右邊 危險區 對 不要 離開我 離那麼遠耶 因為我怕你跑到我前面 我離你快了半公尺以上 它打這裡 有看到嗎 對 幫你打顯影機 我會怕 不用怕 因為等一下就不會再打了 你看 對啊 是這樣子而已啊 我會驚訝啊 我會驚訝啊 脆軟了 脆軟了 那是塑膠針 那不是真的針 真的嗎 我有點害怕 而且我剛剛 你已經打進去了 而且我剛剛看著我的血 你已經打進去了 你很常流血啊 它有超我的血 你每個月都會流血 你每個月都會流血 我怕打針 去幫我找水 以後不乖的時候 就帶給你來打水 我會上 我剛剛 現在好了嗎 好 已經把握了嗎 握住手都會壓這麼緊喔 剛剛在裡面就是很冷 因為它那個 儀器超大 大到一個很像那個什麼 坐到外太空裡面的 然後你就躺在那裡 一動也不動 然後你就這樣 你要睡覺也不行 因為你喊大聲 等一下醫生要跟我講一件 還是潛意你看到的褶狀喔 好 我們今天做的是乳白 那先看一下 因為我們上那個袋子 袋子可能是 活動細胶的一個 對 這就是乳腺喔 這是乳腺喔 然後那袋子 那袋子看起來 應該是位置是對的 並沒有出位 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袋子 下一個套餅的褶狀 齁 啊如果 是不是後面 你上看一下 3D的 那其實裡面是沒有什麼癌症啊 是這一點的 如果有一種腫瘤比較硬 鹹瘤規規則 我們還沒看到 喔 可是其實是沒有 好 但是你的乳腺 有一些乳腺整身 像這裡還是會有一些 都不要亂不亂 那其實是比較 乳腺比較發達 那也是受到 荷爾蒙的影響 那這邊有看到一些 都是這樣小小小小的 那些都是乳腺 比較有一點鹹瘤 但是這個鹹瘤的長度啊 都是很不高 那我們就是蠻中庸的 那這些都是屬於 比較涼性的鹹瘤 這樣 所以我們今天檢查的 結果是還好的 所以乳腺整身會怎樣 乳腺整身是很常見的 像這種年輕女性啊 幾乎每個人都有 喔每個人都有 大概還不到瘤的地方 就是乳腺比較豐滿 那如果太多怎麼辦 有些人會覺得 痛 但是它是一種的 生理現象 因為我就是有時候痛 對 那它是因為 我們說我們會去吃 自己乳管上去的乳腺 嗯 所以有時候 這是一個正常的現象 因為我們說甲皮 那有時候就是 乳房攝影比較不方便做 因為它把這個甲皮比較壞掉 然後乳房上面撥的話 也是可以做 只是說你做的時候 就是那個探頭 因為它是 要貼著乳腺嘛 一般沒有放甲皮的女生 它下來就是 就是比較便宜 就是比較貪品 那所以 放一鍋在上面 接觸面比較滑 因為它平均 有放甲皮的時候 躺下來還是 還是兩股肉散 對 所以變成它就是要一個角度 我剛剛從這裡進去 撒描 不得了的是 這台機器要 八千萬 光一台機器就八千萬 滾天啊 好貴喔 檢查完了 沒事就暗心許多 它的球是在 你現在浮上來對吧 所以它的甲皮是在 這個裡面 要從這個下面 然後這樣往下壓 為什麼 因為它的球才會往下跑 因為你現在球是往上跑對不對 你就是要把球一直往下往下 它有三個方向 1.往下 2.從這裡往下 3.從這裡往下 那如果你覺得你自己力氣不夠大 你就是只能請別人幫忙 或是你的按摩師 你就叫你的按摩師說 你現在就是給我死命的 從這裡往下 從這邊往下 從這邊往下 而且要用全身全身的力量 一定要 推完之後 這邊有一個鏡 它這邊有一個鏡 你自己去抓 它那個鏡 往下壓的時候呢 這個鏡要把它鬆開 然後你就靠在那個牆上 這樣子拉 按摩非常重要 而且我一開始按 我一天都要按到兩個小時 然後我一週都還會去 找按摩師 然後按摩這樣子 所以大部分我發現中南部有很多這種變形 夾膜軟縮的問題 可能他也找了按摩師按 但是按摩師沒有按對方法 按的可能不適合濃乳做的按摩 就是夾膜要怎麼樣去把它剝開 怎麼樣去把它鬆開這樣子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 然後我也常常來泡溫泉 然後來舒緩一下我的胸 乳房造的超音波已經來了 一定要去做檢查 因為你不知道你這一年的保護怎麼樣 然後會不會乳房會有一些病變 或是他夾膜軟縮很嚴重 然後或是長東西都很有可能 所以就是一定要就是固定去做檢查 那如果說經費不夠的人兩年去做一次 我覺得就差不多了 做完之後呢 他會附一片就是CD CD 然後這個CD就是你乳房造的那個照片 然後他還會給一個這個 他會寫說就是有沒有乳房乳腺增生啊 然後或是有一些些異常的狀況 然後他會寫在裡面 因為我有一點點乳腺增生耶 就是兩側的乳房有多個嫌疑小天 大約0.4公分 那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乳房MRI的醫院 然後有這個儀器 連新國際醫院的那個桃園的健檢中心 可以做乳房 因為每一家的醫院的價格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大家你們可以自己去評估說 你們要去哪裡做檢查 第二個是新格蘭診所 然後還有台安醫院中心醫院 然後永城診所 然後詳細的東西我會放在下方 然後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因為他裡面是無法拍攝的 所以我就跟大家講一下就是我的感想 那我一開始做事真的蠻緊張的 因為要打針嘛 那現在就是做完之後就會覺得安心許多 因為你就知道說你乳房最近沒有什麼狀況 除了我最近乳腺真身之外 但是乳腺真身是很多人都會有的狀況 所以就還好 有些人說他想要看你熔乳過後的疤痕長什麼樣子 疤痕喔? 嗯 來看一下有沒有 有點小櫻貓 這樣很明顯嗎? 發合 嗯 看得到凸凸的 這沒有照顧好之前長一個痘痘 就沒有再消掉 另外那邊好像比較沒有耶 對 看不太早 之前右邊發炎啊 然後左邊沒發炎 就有照顧好就是這樣 可是應該看不出來吧 你遠看 遠看是看不出來啦 看得到那邊其實是有凸凸的 這裡應該還好 那邊還好 蠻不明顯的耶 看不太出來 有人說我很兇啊 我很兇嗎? 欸 你很兇嗎? 呃 你有時候蠻兇的啊 真的假的 對啊 我好像真的蠻兇的有時候 都會 怎麼會這樣 好 先不管這個 哈哈 還有嗎? 很多次 都有 親長的 密研